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灭绝》 影片一开场 我们的男主人公幽玉叔正在思考人生 说我是谁 打哪来又要到哪去 整天的上班下班 吃饭睡觉 哄哄孩子逗逗老婆 这日子过得也太单调 幽玉叔正瞎琢磨的时候 外星人突然杀到 把这哥们当时就瞎尿 把睡在他旁边的老婆冷淡姐也吓了一跳 冷淡姐说你整天做这种噩梦 我都快瞎出精神命了 其实幽玉叔的小日子还是不错 他老婆冷淡姐长得是沉鱼落眼 谁见谁跟太 两个闺女大萝莉和小萝莉 也是相当的可爱 而且长得也不赖 由于幽玉叔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而且单位常年的不给家 这老婆孩子对他意见都非常的大 为了缓和家庭的紧张气 幽玉叔决定今天早点下班 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玩 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总出现幻觉 这幽玉叔的工作中 经常犯一些低级的错误 让领导鲁蛋叔非常的公白 鲁蛋叔说你这是压力太大 导致的失眠多梦 我给你推荐一家医院 专制你这种梦 虽然鲁蛋叔说的挺诚恳 但幽玉叔还是管业卸绝了 幽玉叔下班正准备回家的时候 突然一头栽倒在地 然后又开始做噩梦 这次的噩梦更加的神灵奇迹 本来说好了下班 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呢 可由于做了场噩梦 把什么都给耽误 冷淡姐也没客气 把幽玉叔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 说330公交车的终点站 就是精神病院 你赶快去看 晚上幽玉叔睡觉的时候 又做了一个噩梦 而正是这个梦 让他认为自己确实是有病 于是便去了鲁蛋叔 介绍的那家医院 在后诊的时候 幽玉叔跟另一位患者 龙套哥先聊起来 龙套哥说 你是不是也经常都失眠呢 经常做那些噩梦啊 外星人就要来了呀 到时候生灵涂炭 咱全都在领喝饭 而医院这帮人 不想让我们知道 将要发生什么事 他们为了保住这个秘密 所以要清除我们的记忆 幽玉叔一听就是大吃了一惊啊 此时他才意识到 自己的那些幻觉和噩梦 绝不是空穴来风 于是这哥们虚晃一招 急忙仨子聊 到了晚上 一帮人来到冷淡姐家聚会 庆祝冷淡姐的今生 幽玉叔正用望远镜 在天上瞎悬磨的时候 龙套叔走了过来 龙套叔说 七千鸟尖尖不会出现 你看也是白看 两人正聊着呢 外星人的仙头部队 突然就发起了攻击 当时就把这些人给弄弄逼了 随后外星人的大军就杀到 把屋里的人全都吓闹 紧接着大楼里是一片大乱 一个个抱头手窜 都担心里头犯 冷淡姐说老公啊 没想到你噩梦竟然成真了 真替你开心的 下一步怎么办 幽玉叔说 我总梦见鲁袋叔那孙子 从这个争扎来看 我觉得咱应该去我工作单位 并避难 可想跑哪有那么容易 时间不大 一个合枪实战的外星人 就把他们堵在了屋里 幽玉叔为了保护老婆孩子 也活出去了 很快就跟外星人掐在了一起 你甭看幽玉叔平时 你耳不垃圾的 可一动起手 那战斗力可不是一般的强 可这外星人 没有三把神杀 也不敢倒反兮兮啊 时间不大 就把幽玉叔夹在了身下 冷淡姐一看老公要领盒饭 那能干 上去一个小媳妇吹穿 就把外星人给做梦去了 随后这一间四口 冒着敌人的炮火 就钻进了地下通道 准备顺着地下官网 去到幽玉叔的工厂 不过这冷淡姐 在逃跑的过程中 不幸受伤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曾经被幽玉叔 两口子做梦圈的 外星人 因婚不散又出家 并且利用高科技 很快就发现了 幽玉叔一间四口精度 冷淡姐说 老公啊 天度红颜啊 我长这么漂亮 估计这一次是难逃一劫了 你一定要照顾好咱们的孩子 幽玉叔说你甭自然 就你这颜值 还够不上你二盘 由于冷淡姐的伤势过重 一家人只好停下来歇会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位外星人突然就出现了 紧接着就是一场肉搏战 要说幽玉叔这战斗力 可真不能小觑 时间不大 就把外星人做得 没有还手之力 当外星人取下面罩 幽玉叔当时就惊呆了 他刚开始还以为 会是一头相貌丑陋的怪兽 没想到却是一位 浓眉大脸的帅哥 幽玉叔说老弟干点活吧 把我老婆抱起来一块走 不然就毙了 转场之后 几个人来到了一个 由鲁蛋叔负责的 秘密防御基地 医生对冷淡解的病情 检查非常的粗暴 可把幽玉叔心疼得不行 鲁蛋叔说 在我们的脚下 有一座荒废的铁肉站 跟我们的地下军备 储存库相同 我们先撤退 然后再制定计划 发起办公 医生说 你老婆的伤势太严重 以目前的医疗条件 恐怕他很快就要领和办 这个时候 马上就要被拉出去 枪毙的大眼哥 突然插了一句嘴 说你老婆的病 我能知啊 只要连上线通电 保证他不会领和办 幽玉叔说 什么连线通电 你在扯什么蛋呢 大眼哥说 我学过所有 跟你们有关的知识 大哥你就信我一策 看着天度红颜的老婆 马上就要嗝屁了 幽玉叔只好让大眼哥帮忙 当大眼哥打开 冷淡解的腹枪之后 幽玉叔当时就蒙圈了 说怎么还一亮一亮了 这到底什么情况 大眼哥说 你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看着大眼哥 脸上哀怨的表情 这幽玉叔似乎明白了什么 大眼哥说 你老婆的电 可是快用完了 你要是想救他 就必须借用你的动力来认 原来在几十年前 人类研发出了一种人造人 这种人造人 刚开始还挺安分 但时间长了 便渐渐有了 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而且时不时的 还跟人类挑衅 大有取代人类的势头 人类一看那还得了 于是便对人造人 展开了大屠杀 但此时的人造人 翅膀已经有了 他们凭借强大的战斗力 很快就把人类 揍得是愧不成精 人类一看大事不好 于是虚晃一招 做着飞船杂子料 人造人的正苦 为了消除人造人的恐惧 战争结束之后 便给他们重新植入了记忆 大小萝莉的人类父母 由于在这场战争中被杀 于是便跟忧郁叔和冷淡姐 重新建立了一家 忧郁叔当爹 冷淡姐当娃 由于他们都被重新植入了记忆 因此过去的事 一点都想不起来 这忧郁叔之所以会有那些噩梦 估计是过去的记忆 没有被清理干净 大雅哥说 大概在五十年前 人类战败之后 便移民到了火星 当时我还没有出生 我们这一代人 根本就没来过地球 这里有没有氧气 能不能呼吸都不知道 不过我们为了夺回地球 这些年一直在搜集资源 来之前我们认为 你们都是红黑猛兽 可没想到 你们跟我们人类差不多 竟然也是老婆孩子 人上头 这也就是我 为什么救你老婆的力 眼瞅着大势已去 人造人开始坐着火 是骨头不顾定的草命 影片的最后 忧郁叔一家人 顺利的搭上了摩班车 人造人从此转入地下 卧薪长胆 等待着反共倒算的那天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鸭 既然工业要革命 研发小孩有啥用啊 多造几个冷淡姐 屌子宅男都好幸